我去把它錄起來 確實我從我家的位置窗戶打開 距離一公尺以上 我聽到那聲音是根本沒有辦法睡覺 曾經有過這樣的例子 就是說隔壁的滴水 冷氣機的主機滴水 那個聲音吵到我沒辦法睡覺 然後我生病了 我就去告精神損害賠償 勝訴 而且就是叫隔壁要把那個主機聲音 那他是有把它錄下來嗎 還是怎麼樣拍照 他就是證明就是說 他確實有把它錄下來 所以要錄下來還行 因為聲音的東西瞬間就消失了 因為我那個親戚 他就說他們也是租了那個房子 那房子一波二十折 然後也是租給一個夫妻 那個太太就很愛唱歌 然後每天都唱很大聲 然後就唱太大聲 所以鄰居有抱怨之後 他就說好 那他們就有規定他 那一到五行不要唱 你週末再唱 你知道一到週末 那聲音大到不行了你知道嗎 沒有 我那親戚已經很老了 他就敲他們說不好意思 樓下再抱怨 樓上再抱怨 然後大家會說 你說什麼 要不要進來 進來一起唱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因為他家聲音大到 也是不可想像的地步 你知道他還覺得 好棒喔 大家一起來唱 你知道 所以他們之前也有打電話 給警察過 可是你知道警察一來 就沒有聲音了 就沒有了 那警察一走 他又開始唱了你知道 所以下次要打給那個環保局 而且可能要把它錄下來 對 這種聲音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也適用於 比如說像那個房客有時候 就是有家暴 就那個先生就是常常會不開心 就搭老婆 然後就吵架 家暴是任何人都可以去檢舉 剛剛講那個噪音 我自己遇過一次 但是我是被指控的那個人 對 我那時候去其實滿安靜的 但是有一天呢 我回家的時候 就發現我家門口貼了一個信封 然後就寫 什麼親愛的方林盡情這樣 我就知道這來者不善 你知道打開 打開是小朋友的字跡 然後就很可愛就寫說 四樓 幾樓的阿姨 然後就是 我們都非常喜歡這個環境 但是呢 像我每天早上都要幾點起床 前面講很長喔 我今天起床我要去上學 那我媽媽是上班族 她幾點要起床 所以她都很早就睡覺 可是 她說可是 我不知道就是說 為什麼你們家 到了晚上都會傳來那種 高跟鞋的聲音 然後是震動的聲音 就想說怎麼 你在世界穿高跟鞋嗎 對 練習走台步 對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知道嗎 而且那時候我有一張床 是按摩床 那按摩床會震動嗎 那我想可能是 所以我就去花錢買地毯鋪著 然後呢 就想說過一陣子 應該是沒事了吧 應該是床的問題 好 過一陣子又來了 你知道那信又來了 她就跟我說 她又聽到什麼聲音這樣 我抓狂了你知道 幻覺 我猜是不是 我那個床真的太糟了 你知道嗎 我就把她的床送給我爸媽了 對 本來我自個兒享受 連床都沒有 也好啦 你知道嗎 我孝心的表現 你知道那個床多少錢嗎 十幾萬 對啊 送我 我跟你講 妳太孝順了 給我爸媽其實也沒有問題 但是就在巴巴水再受 我們家淹水 那床就被淹掉了 我以為她樓下的又在罵 對 然後這次還沒結束 好 那我想床送走 我總沒事了吧 不可能嗎 第一個我不聽Rock and Roll嘛 第二個 十點鐘就算電視音 應該也還好吧 對 好啦 沒有多久信又來了 這下我生氣了 我想說 妳根本就是 子虛烏有 我就寫了一封信 給她罵回去 我就說 我怎麼可能在家穿高跟鞋 我在家就是 一進門就是穿 拖鞋 而且我也不聽什麼 重音樂 重什麼 重金屬 重金屬音樂 我看電視也非常小聲 然後呢 我就回一回去了 你知道嗎 就有一段時間 她也沒有抗議我 然後我就這樣咕咕咕 有一天我就遇到鄰居了 鄰居跟我道歉 他說 搞錯了 對 他說是二樓的 什麼事啊 對 他說怎麼發現的呢 他們就覺得很困擾 覺得晃晃的聲音 你知道嗎 後來他說是管理委員告訴 他可能去跟管理委員會 投訴過了 然後呢 後來管理委員在尋 那個社區的時候 十二點鐘 發現我們二樓的那個先生 每天十二點在跑健身的那個 跑褲子 所以冰冰砰砰是他 不是我 你讓賠二十萬就對了 對啊 對啊 精神要賠償你 對啊 像是我爸媽是應該 可是如果沒有送給我爸媽 就不會被爸爸水再淹掉 這樣講我應該告他 對 那你可能不會贏 跟誤會一場 真的是誤會一場 所以有時候很難判定出 這個噪音到底從哪裡來 其實左鄰右舍 包括鄰居之間或房客之間 最好就是經常用琴啦 就是 就是搬甘情這樣是最好的 對啦 因為你房東跟房客 如果把他當家了 其實就剛剛那個理事長講的 你的價值是在於 建立在這個房客 如果他珍惜你的房子 他的價值就建立出來 可是我覺得鄰居之間 有時候像現在這種 大家都感情比較冷漠 最好不要碰面你知道 碰面還有阿薩子啊 還要幹嘛幹嘛這樣 有時候就會 所以這個時候 管委會就很重要 管委會 對 我的很多事情 都是透過管委會去幫你公開 多一個第三者 可是我就預購一個問題 是鞋櫃 你知道嗎 現在好像是不能擺鞋櫃 對 不能擺 不能擺 可是很多人還是擺啊 那我能怎麼辦呢 就檢舉喔 對啊 跟管委會檢舉嗎 那如果不聽呢 你知道我去找管委會 管委會說你自己去跟他講吧 現在是管委會 勸導無效以後 就跟主管機關檢舉 主管機關來就直接開罰罰 主管機關是誰 各縣市政府啊 他們都有主管機關 各縣市政府 那個應該算消防通道啦 屬於消防隊講就可以了 應該樓電梯間啦 公共區的 公共區的部分 那算消防通道 其實主要是鄰居間 守之後 然後管委會如果不守 沒關係嘛 管委會要守嘛 不然他不會理你啦 沒有 我去跟那個管委會說 你知道那個住戶也滿過分的 他們 我們這樣的門是L型嘛 他在這個地方 我在這個地方 所以中間有個空位 對 他就放在那裡 他就放在我們中間 你怎麼開 你開了門就打開了 開了門就這樣進去喔 就叫他這樣閃進去啊 沒有公德心喔 可是我不想持續按他的門啊 我看那些鞋子 我看起來好像不像扇淚 我還是去找管委會好了 就管委會居然第一句讀我說 叫我自己去找他 你看 問題是你那個社區 是不是只有那一戶出問題 如果是好多戶 你看到是鞋櫃 另外一戶是放鞋子放了一堆 另外一戶搞不好放了一個腳踏車 有些堆雜物的可能不是 一戶的時候 管委會就會有這種剛剛那種 推拖拉的問題 如果是這樣一戶 我認為是還好解決 但是整個社區 其實有樣會學樣 但是其實依法是不可以對不對 當然那公共空間 是不能應該 因為妨害公共安全 妨害逃生 而且現在很多人是 就是說 但是當然就是說 住戶閉子之間 大家就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反正你擺我也擺 管委會也不管 其實也還好 可是之前有一個新聞 劉律師 那個女生是 因為她走那個逃生 然後因為住戶把鞋子 雜物擺在那個樓梯 她摔下來 她去告她成功 成了就是賠償 那是一個怎麼樣的案例 那個案例就是她把鞋子 她還說她的鞋子是擺著兩邊 都靠著牆壁 所以你還是可以走 可是那個判決也寫說 正常人的走的寬度要75公分 那不只是這個 而且你雖然這樣擺好 但是鞋子有人整天盯著她 她有沒有擺好嗎 不可能 她有時候一定會 有時候難免會淋亂 後來那個住戶她跌倒受傷 她請求賠償也勝訴 那這是還好 就是說跌倒受傷 跌倒受傷其實還有過失 過失傷害的刑事責任問題 因為她掛了 不就過失致死了吧 對啊 那還有就是萬一 危害到公共安全的時候 恐怕還有公共危險罪的問題 所以前幾天新聞就在講 就是說這個問題 主管機關的介入就是說 只要有這樣子你來檢舉 我們就會了解 了解之後 我們就可以罰4萬塊以下台幣的 開罰單 所以你每次把腳踏車 放在你家樓梯間 是會被告到 樓梯間是不可以 因為樓梯間尤其是在這種 所謂的 逃生 逃生設備的時候 更是不可以 所以那管委會也很重要 像你那管委會 你就要請她檢討一下 像我們那些管委會 就很嚴格 嚴格到什麼程度 就是那個 那之前就是社區有人被抓到 就是有人把 不該放的東西放在裡面 然後就被那個環保局罰錢 罰報6千塊 然後就是用那個 公共事務的那個錢去出 可是像我們管委會 就會發通告 然後就是真的是 蛛絲馬跡的去查 是哪一層的哪一戶 最後他們最後查到就是 那一層有4戶 然後他們就是查到這裡 他就稍微停了 心裡想 雖然不是我 我就好緊張 他知道是哪一戶 他不講 他就是罰 罰這4戶 那個禮拜 他們不幫他倒了這 他怎麼查的 他真的這樣 像蛛絲馬跡研護查 可是我們全部的 那個社區的那個民眾 就對這個官員會覺得 做得很好 因為你做得好 他應該有像劉律師這種人 在裡面吧 哈哈哈哈哈哈